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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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说下午近一点接报 两男一女堕海 他们三个人是兄妹关系 当中57岁的二妹和55岁的三弟是内地人来香港观光 消息说他们连同另外三个人 包括二妹的两个女 早上由石澳沙滩行至石澳大头洲 警方说二妹在山仔路崖底影响的时候被浪卷走 同行两兄弟随即落水营救 但是不成功 61岁大哥之后自行游回岸边 另外两个人被救起的时候昏迷 送院之后证实不治 一名警察救人的时候手受伤要送院 事发地点附近的海面水流很急 不时有浪泊打上来 政府有张贴告示叫人不要站近岸边 事发一带属于郊游热点 内地社交网站的旅游攻略都有推介 有人更加站在岩石上面打卡 有旅客就认为要加强防护措施 有旧生员说附近水流很急 加上地面湿滑容易发生意外 还有那些石滩都比较滑 水滚的时候人们就可以走出去 他们走出去的时候就没有留意 到他回头了 可能已经阻止了他本身走出去的路 同行的人又应不应该下水救人呢 第一就是求救 报警 然后就是用绳子或者可能搬起衣服 搬起衣服 搬起衣服 而不要直接下去救人 这是非常危险 学情也需要一些人帮忙 这样就会保障自己的安全 他说一旦意外落水要保持冷静 最重要是保护头部避免撞到岩石 让浪世一些尝试游回岸边 无线电视记者王子余报道 旺国一间药房怀疑已更变前的不良营商手法 向内地旅客销售药材 不两个职员被捕 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 涉事药房位于旺角瓦佳路街 现场拉起封锁线 被捕两个男店员分别31和33岁 被带上海关车辆调查 海关早前接获一个内地游客举报 说日前在那间药房购物几百元的乘药之后 被店员说他面色差 并向他推销一款中药材 事主曾经查询药材计价单位 但店员就含糊其辞 令他不以为已跟计价 到付钱的时候才知道是以前计算 较预期售价高160倍 由于中药已经磨成粉 事主最终被逼以万几元购买 海关说类似举报主要发生在传统旅游热点 提醒无论是市民或者是游客 光顺的时候都要提高警惕 当消费者购买中药材或者深容海味 遇到店员企图将货物切片或磨粉的时候 要提高警惕 先向职员确认货物的总价 如果以电子形式支付 要看清楚付款金额 确认蒙误 完成交易后才将货物交给对方切片或者磨粉 海关说来自短期留港旅客 关于商品说明的举报 会由快速行动队迅速处理 而农历新年就来到 海关会继续加强巡查和执法 打击不良营商 无线电视记者蓝豪杰报导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波 本港去年录得3.2%的经济增长 强调本港资金进出 仍然处于淨流入状态 本港经济不似预期 港府去年接年调低全年经济预测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一个活动支持的时候说 本港去年全年的经济增长是3.2% 换言之低过去年年终预测的4-5% 但是与近期调整的预测一致 过去年我们的经济是有所恢复的 亦都预测的3.2%的增长 说到开源接流 特区政府在这一届全力拼经济 希望可以将我们的经济增长 能够可持续比较快速地增长 他在网字道友说 面对全球高息环境和外围不利因素 过去一年本港资产市场备受压力 但是实存的投资机遇变得更为吸引 香港总存款额在去年头11个月 达到大约16万亿港元 加上12月的初步数字 预计全年增长超过5% 加上去年全年大约2,500亿港元 经南向通流日本港股票市场 反映资金进出仍然处于淨流入状态 他又引述有报告预料 香港的财富管理业务 在2022年至2027年 每年都会录得7.6%的升幅 加上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产业逐渐成型 不少熟悉香港的国际投资者都认同 香港是其中一个最理想的选项 他说会在瑞士达玉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 陈基介绍香港和内地的最新发展 无纸电视机者陈聪康报道 精神健康委员会新任主席林郑才博 政府正是研究六层机制 主理学童精神健康问题 有件事在校内强行推行 每日一个小时的运动时间 相信课时上仍然有空间安排 学童兴生精神健康问题 近期持续引起关注 精神健康委员会新任主席林郑才 在本台节目讲清讲唱话 最近再跟学界沟通 初步觉得情况似乎回稳 现在的三层应急机制到月底就会结束 应不应该再延长呢 他就认为无论怎样都要优化整个支援机制 无论日后我们是否还叫它做三层机制 其实概念都是对的 其实预防又有三层 接着我们是辨识这些有需要的学童 和转介又有三层 我们怎样结合这两个三层机制 我现在都知道不同的稿 不同的处都在想不同的办法 最后紧急那些普罗大众就有111 这个热线是可以求助 校长都要有一个热线是可以求助 我们都会检讨究竟这个热线 是否应该恒常化它 他认为最重要的都是预防 包括建立快乐的校园环境 培训老师甚至是学生 怎样处理情绪出问题的人 也都建议学童每日有一个小时的运动时间 又认为现在的课事仍然有空间安排 世界卫生组织和我们的卫生署 都有一个都挺清晰的指引 每一个学童都应该每日有一小时 中度或强度的运动的时间 其实我觉得这些绝对是在学校的环境里面 应该去强力的去推行的 如果纯粹按教育局的指引 其实空间是有的 问题就是确实是有些个别的学校 他为了追赶那个成绩 他就压缩了时间 所以我们怎样能够鼓励 诱因甚至乎监管他们 他都认同要在功课量入手 但认为影响精神健康的因素不是单一 不能够将责任归咎一方 报线电视记者陈嘉敏报导 垃圾征费4月1号开始实施 政府澄清没有限制任何人 向有需要人士派指定垃圾袋 垃圾征费之下 市民要付钱买指定垃圾袋丢垃圾 环境及生态局在社交网站说 近日有意见说 法例不容许向有需要的人派指定垃圾袋 局方说法例正是禁止无认可的售卖 但立法会议员梁熙就引述有环保主任 做地区解说工作的时候 说法例不容许团体派指定袋 认为主方说法前后不一 容易造成混淆 希望日后可以解说得更加清楚 到底可不可以我们在未来 去派福袋的时候 里面是放一些指定的胶袋 让他们可以省一些成本呢 当时明确是说不可以的 因为这个立法的原意 就是要污者自负源头减费 所以如果派垃圾袋 送垃圾袋 就是违背了这个立法的原意 他们派的环保主任 似乎就对那个政策是有点不太理解 也都是让我们那些街坊 最前线的街坊 有些误解或者是混淆 另外局方也都澄清 法例没有禁止物业管理公司 以大型指定垃圾袋 包底收集垃圾 但是住户仍然要先用指定垃圾袋 扔垃圾 加上基于每个市民都要为自己的垃圾负责 所以都不建议物馆公司包底 无先议事记者 疾愿问不到 有时回来有其他消息 稍后见 回到新闻之间 南韩华北韩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 发射一枚二次中远程弹道导弹 是今年第一次 北韩外长崔泉基 仍要今天开始访问俄罗斯三日 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 监测到北韩当地下午近三点 由平壤一带向朝鲜半岛的东部海域 发射一枚二次中远程弹道导弹 飞行了大约1000公里之后跌下海 已经向美国和日本当局分享相关资讯 日本传媒就引述防卫省的消息说 北韩发射的导弹 已经跌落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的海域 朝鲜半岛紧张局势 近日不断升温 北韩日前一年三日 向西部的延平岛附近海域发射炮弹 领袖金正恩扬言 南韩是主要敌人 警告将会动用一切手段和力量 彻底摧毁南韩 北韩对上一次发射弹道导弹 是上个月18号 发射的是当地最先进的 仿星18元洲制弹道导弹 说射程可以覆盖美国的本土 当日金正恩亲自到发射场视察 表明会加快巩固发展核武力量 有专家分析说 金正恩可能有意透过射射导弹 甚至有限度攻击南韩制造混乱 希望借此影响南韩4月的国会选举 以及美国11月的大选结果 另一方面 北韩外长崔善基 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邀请 星期一起访问俄罗斯三日 美日韩三国早前说 确信北韩向俄罗斯提供用于乌克兰战士的武器 担心俄朝扩大军事合作 会威胁全球和平安全 母线电视记者杨杰尔报导 丹麦女皇马格丽特二世退位 结束长达52年的统治 由带子肥特列十世 即位成为新国王 在皇家卫队护送下 83岁的马格丽特二世 星期日坐马车 离开丹麦皇室居所 位于首都哥本哈根的亚马林保宫 之后抵达国会所在的克里斯蒂安保 大批民众不顾寒冷天气到场观看 马格丽特二世在国会签署退位声明 宣布退位 他55岁的大仔肥特列 即位成为新国王肥特列十世 马格丽特二世在52年前的同一人 即是1972年1月14日职位 是丹麦统治时间最久的君主 也是丹麦近900年来 第一位主动退位的君主 他曾经两次访华 中方形容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他在随即发表新年赫尺的时候宣布退位 说去年2月接受的背部手信 引发他思考是否到了适当时间 将国家重任交给下一代 丹麦皇室是欧洲最古老的皇室 也是全世界其中一个最古老的皇室 可以追溯到十世纪 虽然皇室职责很大程度上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但得到民众广泛拥护 肥特列十世和他在澳洲出生的太太 51岁新皇后玛丽 曾经在2012年访问香港和北京 最新文调显示 分别有8成2和8成6的受访者 认为他们将会在新角色上表现良好 《无线志》者梁永山报导 新西兰前总理亚德恩 和男朋友结束10年爱情长跑 正式结为夫妇 43岁的新西兰前总理亚德恩 5年前已经和大概4年的男朋友 概福得定婚 但因为新冠疫情而各自分歧 最终在他卸任总理一年之后 两人共鞋连礼 婚礼在威宁顿市交一个豪华的酒庄举向 不过有示威者在门外摆放着几十张海报 并向载着参加婚礼奔合的旅游巴举牌示威 抗议雅德恩任内推行严厉的防疫和疫苗政策 有警员在场戒备 雅德恩和盖福德在2014年海后 四年之后雅德恩在总理任内未婚旦下的女儿 两人在第二年订婚 并计划在2022年初举行婚礼 但疫情爆发 两人因为限聚令决定押后婚旗 而今次婚礼两人低调举行 只是宴请了70多人 包括家人、亲友和少数政界人士 新西兰是全球在新冠病毒爆发期间 推行较严厉防疫政策的国家之一 而雅德恩也因此受到猛烈批评 他去年一月曾经形容自己身心俱疲 最后辞去总理职务 结束五年半的执政 无线电视记者昨天三博道 在澳洲新南波尔市 因为误杀入狱 在狱中学会弹吉他 出狱之后成为乐坛巨星 乐迷打扮成片中的各种角色 包括手持木棍的狱景 虽然气温高达涉事三十几度 但是都无了一众粉丝的热情 努力模仿猫王的经典动作 不少游客远道而来参与盛会 一年五日的节庆星期日落幕 下一届将会以猫王的经典名曲 Easy come, easy go 为主题 无线电视记者韩英桥报道 大家好,我是王永奇 台湾大选之后 随即有美国前官员访台 有学者认为美方试图缓和台海局势 也认为赖清德德票率不高 未来施政会有困难 有陈金堡在台湾不得 民进党将会执政多四年 有台北民众希望 未来四年能够改善经济民生 不要再有贸易壁垒之类的 两岸关系的经济合作能够在 不要说提升至比较之前 八年前 想经济化面包弄好最重要 选举刚刚结束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 和前副国务 欣斯坦伯格随即访台 将会和台湾政治各界领袖会面 有学者认为 美方想尽力避免两岸冲突发生 他要安抚中国大陆 怕中国大陆都台湾 采取比较照进的一种政策 那么同时也要压制赖清德 让他言行方面要谨慎 基本上的话 我觉得美国是希望两岸能够缓和下来 甚至于美国希望两岸能够启动 就是对话机制 但是这个不太容易做到 对于赖清德当选 但得票率只有四成 未及上届蔡英文的五成七 同时没有政党 拿到立法院过半议席 或者认为赖清德将来执政 或者举报为奸 他这次的获胜 真的就是像大家说的 他是惨胜 他是胜了 但是前途看起来是非常的暗淡 双少数 所以他要执政的话 任何的政策的推行都是非常困难 有很大的牵制力量 赖清德多次强调会延续蔡英文的路线 学者就认为未来一年台海局势会极度不稳定 学者又估计两岸关系越吹紧张之下 不排除大陆会对两岸贸易实施更多不便利的措施 例如增加输出到台湾的货物关税等等 报线电视记者陈金布在台湾报道 在安革访问的 外长黄毅说 台湾地区选举是中国的地方事务 无论结果是怎样都改变不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基本事实 又说台独是一条死路 中国将实现完全同信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 过去不是 今后更不是 台独从来不可能成事 过去不能 今后更 绝不可能 台湾倒地 谁想搞台独 就是分裂中国的国土 必想遭到历史和法律的严惩 黄毅警告 国际上谁要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就是干涉中国内政 侵犯中国主权 必想遭到全体中国人民 乃至国际社会的共同反对 强调中国中章完全统一 台湾必将回归祖国怀谱 不相信国际社会中章继续 根据一个中国原则 支持中国人民 反对台独分裂活动 不争取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 日本能登半岛原弹7.6级地震发生两个礼拜 首次岸田文雄首次去到灾区视察 岸田文雄去到重灾区轮倒市 勉励和踏射参与善后的智慧队员 警察和消防员等等 地震造成最少220人丧生 20人失踪 估同社民调显示 有超过六成一受访者 认为岸田在应对地震 没有充分发挥领导能力 岸田说会尽快令灾区居民生活 恢复正常 而轮到市明天恢复收集家居垃圾 元旦大地震之后 文化设施未确定是否安全 令到市面敦息大量垃圾 但由于卫生恶化被受关注 当地官员决定恢复收集家居垃圾 但只是接受可焚烧的垃圾 包括处悦 非洲赞比亚爆发近年最严重的霍乱 超过300人死亡 在首都努萨卡 大批民众在一个球场外面 等候患病新属的消息 有超过1000个病人在这里治理 自从去年10月以来 赞比亚有多人幻想霍乱 英国天空新闻报道 有近9000宗个案 351人死亡 有报道指 气候变化引发暴雨 令市区卫生较差的地方 食水因而受到污染 造成今次疫情 为了防止疫情拐散 当局禁止为病逝的人举行双礼 由富裕民众 由城镇迁往人口密度较低的乡村居住 回到本港 元朗一个猪场有猪的样本 检测出非洲猪瘟病毒 药博署已即时禁止有关猪场 混出任何的猪 并正是安排 今个礼拜内 开始销毁场内全部的猪 业会主说 有关猪场 位于早前出现 非洲猪瘟的元朗猪场 三公里范围内的监察区 同上个月底 同上个礼拜三 有样本验出 非洲猪瘟病毒的猪场相近 这个猪场过去礼拜六 曾交病猪样本 处方确认染疫 并且相信猪脊较早前 已经受到感染 业务署已派人巡查猪场 三公里内八个猪场 并且会采养作病毒检测 也只是分阶段巡查 本港所有自派猪场 强调个案 不会影响本地逃房运作 和整体活猪供应 不少家长会在社交媒体 分享子女的生活照 或者片段放闲 但有调查发现 大部分子女都不希望被人放上网 有个案更加引发校园欺凌 看到子女趣怪的一刻 不少家长可能都有试过 用手机认低 并在网上分享 但是有没有想过 这个小小的举动 对小朋友可以影响心愿 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去年9至11月 以问卷访问793个 子女正在就读中小学的家长 和1094个中小学生 发现超过八成的家长 会在社交媒体分享子女的资讯 有三成以上 在多个平台同时发放 近三成的家长 发布之前 从未问过子女的意愿 近六成倾向觉得 子女不会因为被放上网 而有尴尬、怒等的负面情绪 最多是online分享小朋友的生活 趣事 有小部分会将他们的学业成绩 都会放上网 和其他家长会分享 但是有超过七成的学童 倾向不希望父母将自己放上网 超过四成会觉得尴尬 超过两成会觉得怒 他会对父母的关系 会产生反感 甚至长远影响 他和父母之间的亲子 他也不敢和他的朋友 或者和父母反映 而是压抑会阻燃到 他和一些正常的社交 调查中最严重的一个个案 涉及有小学生 在校园内被欺凌 小朋友可能被上网之后 回到学校的时候 他周边的同学都会笑他 就觉得他会不会是要 要标期立意 特意要威力一些 第一件事就是要处理同学的情绪 我们也都在学校里面 跟双方的老师 甚至在学校里面要做一些debriefing 机构建议家长在网上分享的时候 除了要先得到小朋友的同意 也都要避免将子女的传名 就读学校 出生年月日等的敏感资料公开 更加不应该公开一些暴露 例如冲浪或者游水的照片 保障小朋友的私隐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祥报道 有调查发现 小学生使用电子产品时间 受家长使用多久影响 并且教家长用多一倍的时间 小朋友机不离手的问题 和家长有关系之余 影响可能教家长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 去年7月至10月 问卷访问了773名小学生的家长 或者监会人 发现小朋友学习以外 平日平均洗4个小时用电子产品 而假日使用的时间平均6个小时 远高于卫生署建议 不多于2个小时 有家长说因为工作的关系 给儿子5岁的时候有平板电脑 结果他7、8岁的时候 每日至少要玩2个小时网上游戏 有一次最差就是 我上班的时候 婆婆叫他不要玩 他就开始动手推撞婆婆 调查又发现 家长平日平均用3个小时电子产品 小学生就用4个小时 假日情况更加严重 推算家长每用1个小时 他的小朋友使用的时间会倍增 建议家长以身作质 减少使用电子产品娱乐 调查又发现小学生使用电子产品 除了学习以外 最多是看片 其次是打机 八成半家长说 有监控小朋友用电子产品的时间 如果不听话 经向用较强硬的方式处理 大约一半没收产品 三成杂物 约一半说曾经因为这个问题 发生亲子冲突 机构建议家长先和小朋友 建立一个使用规范 他又鼓励家长以其他事物 例如图书和抑制玩具 取代电子产品 无线电视记者王子余报道